OK 今天我们在家里 我们不上传滑去了 我们今天拆封一款产品 倒车影像 如果你是开的比较老一点的车 或者说你的车没有配备这个倒车影像的话 其实有一个这个倒车影像还是非常方便的 感谢公司给我们发了一个产品 我们拆封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对 我觉得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 它其实发给我呢 是因为看到了我房车的这个视频 除了比较新一点的房车 我发现大部分房车是没有这个倒车的影像的 我还发现了 很多时候车后面可能有影像 但是有的时候车它那个引擎还特别大的话 前面有可能也需要一个影像 如果说有这个的话 你前面可以装一个后面 本来就配的 那两个组合起来的话就永远不会担心 你也可以放在侧面 你可以放在顶上 反正自由发挥吧 OK 打开这个盒子手续 你之前看到这里有一个 One year warranty 也就是说一年保修 然后有一个全英文说明书 对 上面教你怎么架 怎么架这个摄像头之类的 OK 我们等一下再看 OK 打开这个 OK 打开箱子呢 包装还是不错的 你看它有这个软垫 所以说在运动中应该不会有破坏这种事情 然后呢就是这个萤幕本体了 当然如果你的车没有摄像头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摄像头 然后呢用你的本身那个屏幕作为监视屏幕 但是的话如果让别人来帮你布线什么的话 要花很多很多钱 而且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可因为里面有很多线路 不太清楚这个设置起来忙不麻烦 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粘的 对 你就可以把这个 就粘在上面 接下来就是这个摄像头本体了 对 这摄像头 我能感觉出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还结实的塑料 上面有这个粘 粘贴的 对 它给你一个角度是可以调整的 不过这个还行啊 它这个包括了一个这个USB充电的 对 所以说你插了这个以后 照样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 还是比较切心的 OK 废话不多说 我研究一下说明数 然后把这个装上测试一下 OK 首先先把这个屏幕装上 装在哪呢 我感觉 如果装在这里 装在这个玻璃上的话 可能有点影响这个视野 但是装在这个上面的话 也有点影响视野 介于我们这个车 我这个车是有这个摄像头的 所以说我今天暂时就把它放在这个地上 对 因为这个我们就当 基本上我们就当一个前置摄像头用 主要就是测试一下这个效果而已 OK 下一步呢 很简单 我们到这个引擎盖里 哇 还是有点脏的 OK 我们到这个引擎盖里 把这个前置摄像头装上 对 你看我这个大嘴 还是有挺多空间可以装的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电源线就在这里 12V的红线和这个地线 所以说就往这上面一接就可以了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怎么把它接的更保险一点 但是我们先接上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点亮车看一下效果 真的 如果你装的正一点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当这个摄像头使用的 不过这个线当然就是一个给你大概测试的一个线 可能不具有参考价值 但是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设置起来比我想象中简单 基本上极插极揉 我推荐你如果装到后面的 直接就是接上这个尾灯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这个摄像头的取式 用电量是非常小的 红线接上这个尾灯的这个红线 然后那个地线呢 就接上车的任何一个金属部位 然后就可以使用 还是非常方便 我推荐如果说有房车或者是 没有这个摄像头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还是不错的 OK虽然没有办法做特别深度的测试哈 但是呢我们还是测试一下这个暗光条件下 这个摄像头的表现 来看一下 嗯 还行嘛 当然啊 如果说你开车的话 正常是会开大灯 开大灯的话 它就很明亮了 对 不过凭良心说哈 这个比较一下的话 这个当然原厂的会更好一点 你看这个清晰度还是相当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清晰度还说得过去 对至少能看得清楚 前面是不是撞到墙啊之类的 最后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角度宽 够不够宽 能不能看到我们的障碍物 对啊 首先这个能说一下这个我们 基本上 嗯 前轮还是会撞到障碍物 如果这个摄像头能看到这个 金属片的这一半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看看我们现在离这个金属片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摄像头能不能看到我们的金属 哎 还是可以的 啊 不过这个摄像头有一个颠倒问题 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设置正确 它可以 改过来 对 这样子的话 看 你看金属是在我的左边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时候显示就正确 对 可以见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还是非常宽的 然后呢 这个正好是我车的宽度 所以说啊 熟悉一下的话 应该还是非常很好判断 自己车和这个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初步的拆箱测试就到这里 到这里 啊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底下连接购买 我觉得这个尤其好用的时候是在这个被拖车那个房车 因为被拖那个房车跟你车是没有联系的 如果你要布一根线的话是非常麻烦的 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摄像头 可以做到无线连接的话 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有必要 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我撞到东西了